熊孩子瞎搞,导致父母倾家荡产 去年过年期间,亲戚家小孩来我家了 他父母一来就跟我父母聊开了 然后我妈让我带这个小孩到我房间玩 看到我桌上的薯片,熊孩子问都不问 拆开就吃,那是我一下午的口粮啊 哥哥,我要喝果汁 我说没有果汁,喝水吧 我要喝果汁 说着,熊孩子把薯片倒到了我房间的地毯上 我跟他妈说了,他妈却说 你弟弟还小,不懂事,原谅他一次吧 好的,我忍了 然后那个熊孩子一直说口可要喝果汁 于是我把炸汁机拿出来 给他炸,炸还不行吗 当我拿着一杯苹果汁回到房间的时候 朋友们,我要哭了 作为一个二次元死宅 我的手办全都在地上 海报全成了纸飞机和碎片 这倒没什么 关键是同一个手办却在不同的地方 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头在沙发上,身体却在地毯上 地毯上的薯片我还没收拾好 手办全粘上薯片料了 看到这我忍不住气不腾胜 O,TZ 限量版的变形金刚手办 十六万打扬就这么失手一次了 手办柜子里各种各样的点藏板就这么撕了 然而此时我的内心还没来得及崩溃 你知道那个熊孩子在干嘛吗 他正在我的键盘上撒尿 看他边笑边尿的样子 我的内心又不是崩溃的 不多说了 他没看见我 我转身离开 手里拿着果汁 倒上了半杯白醋 我进屋地上果汁 相信他以后再也不想见到白醋了 趁他去卫生间漱口的时候 我领着他吃惊的父母 来到了我屋参观了这片狼藉 然后粗略算了下 毁掉的手办家电脑大概值三十亿万 撕掉的海报 漫画 收集品 我就不算了 然后他妈妈就开始笑 哎呀你看这孩子真能开玩笑 不就是几个玩具吗 来老公给他一百块钱 然后我很认真的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 我父母当然很尴尬 但他们是知道这些手办的价值的 他父母脸兜绿了 拉着他儿子过来 说要道个歉算了 呵呵 小骗子装得很好吗 大哥哥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我看也没看的 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 他妈火了 哎你这人怎么还欺人太甚了 你真是明显的敲诈勒索 信不信我打110告你啊 我不怕你告 请你自便 只不过到时候 你们的赔偿可就不止这么一点了 接着他就直接报警了 警察来了 了解情况后 我们双方没谈妥 后来闹上话评 判决故意毁坏 他人物品价值总共35万 因为作案人员未满14周岁 其责任由监护人承担赔偿 并强制执行 当天晚上 熊爸熊妈把熊孩子掉起来 最后这家人由于没钱赔偿 只能卖掉车子房子 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来过 所以如果熊孩子毁掉了你的东西 请你坚决索要赔偿 不是钱的问题 更多的是要给孩子父母提个醒 孩子转不好就别再出来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哈罗 我是鸡哥 我是大壮 碰到熊孩子就往死里干 是有很多的 词